是不是我们将本圣经关闭了 就解决了问题 就可以很舒服地去做我们想做的事 有人问如果没有上帝是什么都可以做的 我想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你可不可以逃离上帝的审判 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 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好像一个小孩子 他闪着眼睛就说爸爸妈妈不在 或者他躲在脖子里面 当爸爸妈妈看不到他在做什么 但是我们想相信的上帝 在圣经里面的上帝 是一个看见的上帝 他什么都看到 当他打开了他的话语 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之后 这本书是常开的 你没有办法把这本书封锁 神不是一个沉默的上帝 他已经宣布了 他将他的审判宣布在这个世界上 上帝通过他的律法去审判这个世界 上帝通过他的先知 猜拔他的先知来审判这个世界 最后上帝通过他自己独生的儿子 道成了肉身 永恒真道来到我们当中 去做什么 将他的审判 带到我们当中 你记得主耶稣基督怎么说 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乃是要承传这个律法 接着耶稣开始 讲解十界最终的意义 他说 你有古人听过不可杀人 但我告诉你 凡心里恨吐弟兄 就是犯了杀人 必受永远的刑法 你有听过说不可奸淋 但是我告诉你凡看见 婦女就冻淋念的 这个人已经和他犯了奸淋 这是圣经里面的上帝 你怎么面对他 是不是删掉了本圣经便解决问题 不知道最近你還有沒有看電視 我也不多看 不過每次發現最近打開無線一定是Big Big Channel 經常在賣這個廣告 什麼叫Big Big Channel 簡單來說有些藝人做Live Stream 現場直播說真人Show 藝人哪有真人Show 全部都是演戲 你打開了螢幕仍然繼續在演戲 有沒有看過那些恐怖片 科幻片 有些人開了Live Stream是收不到的 刪不到 開了Live Stream 沒有電都繼續播放 接著黏著你的手 你沒辦法停止Live Stream 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手上有一個Live Stream 是停不了的話 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你每天在做的事情 這件是幾恐怖的事情 又或者是這樣的 如果這個世界不是單單你手機在拍著你 其他很多東西都在拍著你的話 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有看過這張照片 Mark Zuckerberg Facebook CEO 當這張照片出來的時候 那些人馬上發現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是什麼呢 就是Mark Zuckerberg的 Laptop 他那個鏡頭是阻止了的 他特意找些紙貼著它 然後他找到麥克風 是有些東西貼著它 因為他知道 除非他不上網 他一上網的時候 很可能 通過他自己的電腦 可以看到他在做什麼 可以聽到他做什麼 有没有想过就算你关掉自己的手机 其实有很多人在看你的 那天KK跟我说 中国有13亿人口 有6亿CCTV 6亿的CCTV 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些CCTV 甚至有更多的你从来没想过 有的CCTV 每天钉着你 甚至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那些CCTV 不单止可以拍到你每天都在做什么 是在拍摄你每天在想什么 跟着Limestream出去 你去哪里逃离你所犯的罪 最后我们教会 开了一个防衰老症的课程 反应非常热烈 平时你叫人查经就没有人来 你一防衰老就个个都来 原来这个世界很多人 很害怕衰老 很害怕他们会脑退化 他们会失忆 现在最流行的认知障碍症 你刚才有没有听过 他很害怕他们会有这些东西 我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告诉你 好消息就是有得医的 不单是有得医的 而且是完全的医治 坏消息就是有一天 当你被医好的时候 连你不想记得的东西都会回来 而所有你的记忆会成为你的情同证供 去控告你 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当他审判世界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big big channel 阿妈会有他自己的big big channel 所有TPB的艺人 现在没有的都会有 你都会有 我都会有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big big channel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不会少了你的份 在那天 你走去哪里 在那天 你怎样去面对 你自己的罪 我想带你回去看耶稣基督的事工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来到这个世界 全阳天国 马克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 可能是耶稣整个使命的总结 耶稣来到家里 我可以跟你说耶稣来到铜锣湾 一样的 宣讲上帝的福音 日子满了 天国近了 上帝的国近了 什么意思呢 上帝的国 里面有上帝的律法 有上帝的审判 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 上帝的荣耀 罪的公家乃是 死死不是最害怕的那样东西 死后还有审判 死不去那里 如果有人偷了你的CCTV 不断播放的时候 你顶着我就自杀了 如果你死不去 如果你要接受将来的刑罚 那怎么办呢 耶稣记得说 日子满了 神的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 顺服 任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悔改 但是你知道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審查人心的神 你不可以随便悔改 甚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些所谓的缺制其道 你骗不到上帝的 上帝不是要你举个手 签个名 上帝是问你究竟有没有从心里面回转 有没有全人的回转 所以今天我也是要问你同一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离了教会多久 但是你要问你自己 究竟你有没有回转 真正的回转 从心里面的回转 全个人的回转 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可能有些人跟我说 不用担心我 我说牧师我可以的 我从小到大 都是这间教会长大的 我很好 我在这里受洗的 我在这里成长的 这么多年 每个人都说我乖乖的 我又乖乖 我读书又厉害 大个儿子之后出去找东西做 又在教会侍奉 我又出钱又出力 但是这栋楼我也有一份见的 我最近还去同心园 我最近还去同心园 我还去同心园 我还去同心园 我都说我是好人 我都说我是好的基督徒 行不行 我不认识这里所有的人 我也不懂得理实际的属灵状况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 刚才你所说的一切 就没有办法担保你是一个真正悔改的罪人 但是刚才所说的一切 有可能令你成为一个自异的罪人 什么叫自异的罪人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也很不错 其实你不认识上帝 这个世界有三种罪人 第一种罪人是不悔改的罪人 很容易 不会在这里 第二人是真正悔改的罪人 第三种罪人 是什么呢 是自以为自己悔改了 但其实是一个自以为没有悔改的罪人 这件事是很可怕的 因为自以为的罪人 是在上帝的审判当中 你要问你自己 你认不认识上帝 你认不认识基督 你认不认识这个福音 你有没有从心里面真正的悔改 我想带你去看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旧日故事 该人的故事 你可能会跟我说 林牧师你不用跟我说该人 我不会杀人的 该人故事最熟悉的大家的地方 就是该人是世界上人类历史第一个谋刹案 但我想带你去看之前那几节 他还没杀他弟弟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才是他行空的动机 《创制记》第四章第三章 该人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 而我说 阿伯也把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肪献上 而我说看中了阿伯的贡物却看不中该人的贡物 你知道之后发生什么事吗 有没有想过 为何而我说这么偏心 看中了阿伯的贡物 但是看不中该人的贡物 神经学者其实有不少讨论 有人说 上帝喜欢吃肉 不喜欢吃债 有人说 因为阿伯的献就是有血 另外那个没有血 但我告诉你 我觉得最好的解释 也是最简单的解释 你看看阿伯所献的是什么 他不是随便拿着羊来献的 他做什么 他献了羊中的头生 他献了羊里面的脂肪 代表了什么 他将最好的献美上帝 阿伯代表了一个从心里感恩的献制 阿伯代表了一个真正悔改罪人的奉献 他将最好的献美 相反该人 该人有没有献 有 但是该人献的是 他又不是随便 但是他没有办法将最好的献给上帝 该人代表了一个外表敬虔 在这里敬拜上帝 但是其实是一个自义罪人 他没有办法将自己最好的奉献给上帝 该人是一个自义罪人 你想知道你自己是不是一个自义罪人 有几个特质 你可以留意 第一 自义的罪人 是会敬拜 会献制 不会改罪人 但是自义的罪人 是会献制 会敬拜 但是第二 他永远不会将最好的给上帝 他一定有底线 一定有保留 第三 自义的罪人缺乏危机感 自我感觉良好 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开始明白教会里面充满这些人 没有危机感 自我感觉良好 有底线 有暴力 接着我们就靠恩恋 你根本不知道恩恋是什么 乱按摩 小心上帝奖你几把奖 我们究竟明白福音是什么 马可不是写一本福音书 要你做一个自义的奉献者 若干不是写一本福音书 要你成为一个这样的该人式的奉献者 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需要把我们从假奉献里面去回转 我们要回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 It's Christmas 聖诞节 不是你生日 是耶稣的生日 谁送礼物给谁 是你送礼物给他 但是因为在聖诞节 他先将他自己给了我们 你明白吗 如果你明白的话 你知道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要将你自己 完全全的献上的耶稣 下个星期回来再听下集 一集祈祷 我们是天父 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圣诞的佳节 你让我们重新思想 究竟为什么我们需要你的福音 究竟你的福音是什么 主原谅我们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不明白 在无知的当中 我们又以为自己明白 主帮助我们 帮助你当中的年轻人 愿他们 听得明白 愿他们 回应你的呼召 爱的呼召 回转的呼召 奉献的呼召 从心里面 献上他们一生 主啊 用他们 不是好像刚才我的故事里面那种用 真是用他们 将你的天国带来 公理堂 将你的天国带来香港 将你的天国带来这个世界 不是一个物质的福音 是一个从罪女被拯救出来 走向光明的福音 将他求主你 真是给我们 索众我们 让我们可以盛在你的福音 我特别为我们当中 从来未认识你的朋友去祈祷 愿他们知道他们逃不离你的审判 他们怎样面对自己的bigbigchannel 祝愿我们真是 告诉主耶稣 我们需要祂 需要祂 需要祂 需要祂每一滴的保余 需要跟随祂 让祂将我们从黑暗里面 大尽光明 亦为我们当中 可能回了教会很久 没有什么危机感 自我感觉良好的朋友 祈祷 因为我们需要祢 我们需要祢 我们需要祢的福音 打破我们的假象 以至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祢 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朋友 我们今天祈祷和耶稣基督民靠 阿们